又到了山海氣象的時間了 明天天氣是如何呢 我們來請教氣象主播老外 老外請說 嗨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不管今天雨天 原是氣象在您身邊 歡迎來到山海氣象的時間 北部地區的朋友們 終於等到久違的陽光了 以及穩定的天氣形態 雖然今天還是有一丁點的降雨 但基本上已經緩和很多了 而今天除了大台北地區跟宜蘭地區之外 其他地方的天氣大多是多雲到晴的天氣形態 當太陽高高掛的日子來 以及穩定的天氣 白天的溫度也絕對會順勢被帶氣 以今天最高溫來看 是上寒到了38.6度 地點是在我們花蓮的光復鄉一旦 也因為真的熱 氣象局是針對這些地區 發布了高溫資訊的警示 另外在台東跟高雄的部分 也涵蓋在這個警示的資訊裡頭 那不管如何 今天的大事就是麻娃颱風 已經遠離我們了 之後的天氣會有怎樣的新發展 等等我們就先用衛星雲圖 來跟我們觀眾朋友做說明了 雖然麻娃颱風加速遠離我們 但是受到它外圍環流的影響 多多少少我們的天氣 在風序上跟海面上的這個浪 都有直接的影響 圖卡上可以清楚的看到 麻娃颱風的位置 目前是距離台北東方的海面上 強度已經減弱了很多 而且這個颱風的結構跟颱風也 是非常的鬆散 預估之後會持續的往東北方向來移動 也就是朝著日本的東方海面來前進 而目前就要提醒之後 幾天也要前往日本的朋友們 就要多加注意這飛機的航班 有沒有受到影響了 而回來關心我們的天氣 關車下來預估明天各地 大多是傾倒多雲的一個天氣形態 中午過後在山區的部分 就要留意這種典型的夏季天氣形態 也就是午後雷雨的發生 可想而知對流發展望盛 這跟溫度也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再從下一張的圖卡一起來看看 明天不下雨的時候 這個除了高溫炎熱之外 大家防曬防中暑的工作都要做好 圖卡上可以清楚的看到 馬娃颱風的中心位置到了明天晚上的時候 會來到我們台北的東北方 而且位置會更加遠離我們 颱風遠離之後 暖熱的西南風接手進來 這又悶又熱的溫度又回來了 我們預估明天在台灣本島平底地的最高溫 都會在30度以上 至於會不會再次出現像今天的高溫 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明天長時間待在戶外的朋友們 請嚴防熱傷害 據部落裡頭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一起來看為您整理的山海奇效 屏東的獅子牡丁跟滿洲最低溫 22度高溫是衝到了32度 多雲的天氣 泰伍萊根春日最低溫 21度高溫是來到了34度 森林門屋台跟馬甲最低溫 18度高溫是衝到了35度 高雄的原鄉地區最低溫 13度高溫是來到32度 注意午後雷雨的現象 加伊達里山 溫度數落在13到31度之間 南州的原鄉最低溫 11度地點是在仁義跟新義 高溫是來到了30度 台中的和平溫度是落在16到30度之間 多雲的天氣 苗栗的原鄉最低溫 18度地點是在南莊 而高溫30度多雲的天氣 新竹的原鄉地區最低溫 14度地點是在堅持而高溫30度 北部地區來更復興 最低溫17度高溫30度 同樣也是多雲的天氣形態 伊蘭的大通跟南澳最低溫 18度高溫34度 花蓮的部分形成花蓮 是根基岸最低溫 25度高溫31度 修陵跟萬榮最低溫 17度高溫33度降雨 會最高有期承受風跟風冰 最低溫23度高溫33度 風林光復跟熱水最低溫23度高溫 是來到了33度 留意短陣的雨室 花蓮南區的部分最低溫 將到11度地點是在昨夕夜高溫34度 台東的海岸線最低溫26度高溫 是來到了35度多雲的天氣 縱古地區最低溫18度地點是 在海中的高溫33度留意短陣的雨室 陸越台東市跟北南 最低溫22度高溫34度 南匯地區最低溫19度地點 施著金峰而高溫34度 留意短陣的雨室 雅美大屋主人的藍雨溫度 是落在25度32度之間多雲的天氣 外島的連江金門跟澎湖 最低溫24度高溫30度 外出看天氣讓您出門不露氣 天氣穩定下來 大家可以期待之後的週末假期 而颱風遠離了 相對來說水氣就會跟著少 但提醒您外出活動的話 就要做好相關的防護措施 以免熱傷害找上您 而中午過後 典型的夏季天氣形態 就會跟著出現 只要一出現 雷雨的現象 就請大家不要靠近溪邊 以免溪水暴漲帶來危險 這是今天晚上 到明天的天氣分析 祝福大家一切 盛行平安